进入秋季之后 天气已经越来越凉了 也越来越有利于流感病毒的传播 就在上周 台湾又新增了新流感的死亡病例 疫情有没有升温的迹象 还有接下来就要全面施打的新流感疫苗 会不会引发什么状况 都是台湾社会在应付台风好雨之外 得密切观察和预防的重要课题 接下来的报道 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人类最渺小也最顽强的敌人之一 病毒 这就是病毒的照片 电子球机 这就是像是我们的钥匙一样 病毒比病毒学家更聪明 H1N1会不会跟H5N1再组合 这个未来都不可知道的病数 今年5月 H1N1让全世界都紧张了起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 到9月中旬为止 全球已经有30万人感染 3500人死亡 像这个狼跟兔子的故事一样 狼要吃兔子 吃了兔子以后 狼的树木就越来越多 因为它有营养 但是兔子就越来越少 到了兔子非常少的时候 狼就没有食物了 所以狼的树木就减少了 兔子慢慢又长出来了 石明达研究病毒三十几年 现在是阳明大学 荣阳基因体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喜欢用狼跟兔子的故事 来比喻病毒跟人之间的关系 他也写了病毒的故事 还有《禽流感大战役》这两本书 用深入浅出的笔法 介绍大家认识这个百变天王 病毒 病毒跟能够被感染的人 是彼此小长 这个是我做出来的图 各种病毒的发生的时间 历史上发生的时间 这是历史上发生病毒的时间 对对对 我把它整理出来 密密麻麻的这张图表 是人类发生流感的时间表 所以这个H1N1 1918年 1933年 1977年 1978年 能够2006年 也出现一个大战役 所以你不能说 H1N1都是坏的 你不能说H1N1都是好的 这次出来的H1N1是坏的 流感病毒得有H和N 这两种成分 红白色的H 是病毒侵入细胞的武器 是一种神经氨酸酶 蓝色的N 则是指血球凝集素 它是用来帮助病毒散播的工具 这张图是流感病毒的复制过程 里面的黑色条纹是病毒的基因 病毒外围这一圈 就是可以打开细胞的钥匙 因为这个细胞要进到里面去的时候 进不去 所以用这个 这个是它的钥匙 H是它的钥匙 钥匙 跟我们让这个 把这两个膜拉靠近 两个膜 膜就像回照炮一样 让两个膜回到炮一靠近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回照炮 因为它拉在一起 所以这就成成一个空洞 空洞这个里面的基因就可以跑出来 跑出来到细胞里面去复制 同时这个基因 在我们这个细胞浆里面 就会做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跟这个基因 两个结合起来 就是变成一个病毒 那病毒再经过这个膜 把这个H插在这个细胞膜上面去 然后这样就做出一个病毒出来 徐明达形容病毒的复制过程 就好像木马图成绩 把含有病毒的基因藏在里面 再复制自己发动人海战术 他的新生设立就很简单 他的病毒就是他大量制造 大量制造 他就是 我做了一千个 999个都供不上你 但是我一个可以供上你 我就胜利了 所以他的病毒很简单 就是他一直变 地球上有各式各样的病毒 他们都在刺激而动 想要打败宿主的免疫系统大量繁殖 有的像流感已经和人类战斗过好几次了 也有的让我们措手不及 在世界上也许有两千种不同的病毒 我们现在人知道大概五百多种病毒而已 所以就是在自然界还有很多很多新的病毒 看到这个每一个都是流感病毒 所以是SARS的病毒 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不一样的病毒 它的性质也不一样 这两个病毒都会引起肺部的感染 呼吸道的感染 传播的方式类似 研究冠状病毒二三十年的成大校长赖明兆 对冠状病毒会在2003年引起SARS的风暴 也大感意外 我们刚开始研究是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 这个冠状病毒会引起很轻微的病 像伤风感冒 伤风感冒的病 没想到2003年突然间 有一个新的冠状病毒出现 这冠状病毒引起那么大的灾害 所以这个是它病毒是怎么样变化的 这个是很难预测 为什么我们要中央SARS病人 我们没有冷病 我们没有家庭 我们要外申区的资助分严格的共同对话 我们要回家 SARS不仅让全球绷紧神经 也让台湾如临大敌 除了台北市的和平医院 因为发生院内感染必须疯愿之外 这波SARS还夺走台湾几十条人命 但是后来冠状病毒就像一阵风 不知去向 在自然界可能有一些动物 也许还有一些SARS的病毒 潜伏在动物里面 所以有可能再回来 但也有可能就是要几十年以后才会回来 病毒会躲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突变 换上新装 再回来兴风作浪 这也是它那么难缠的原因 几百年医学时尚 人人只成功地把一个病毒从人家消失掉 就是天化病毒 那几百年的医学研究 只有一个病毒可以消失掉 不过现在我们还担心天化病毒会回来 另外一个第二个病毒 可能会消失是小麻痹的病毒 不过这个人类已经努力了三十多年了 就是希望把小麻痹从人类当中完全消除掉 我常讲说病毒比病毒学家更聪明 就是这个意思 以最顽强的流感病毒来说 上个世纪就发生过三次的大流行 第一次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第二次是1957年的亚洲大流感 第三次则是1968年的香港大流感 这里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和成大病毒实验室 共同合作成立的熊菊针病毒实验室 1998年引起全国家长担心的肠病毒 它的病毒就从这里鉴定出来的 那个时候成大是第一个鉴定是肠病毒 71型的就是这个实验室 那我们那个是一个月里面 就是发展那个快速的检验方法 整个把这个步骤提供给全台湾的 现在很多人在问台湾有没有办法 一个新病毒有没有办法鉴定出来 98年的肠病毒71型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研究人员正在穿的是P3等级的防护衣 准备进入病毒实验室 培养细胞还有病毒 它是很滑的那个材质 然后呢就是如果那个飞沫啊 它是比较不会沾黏的 那那个病毒如果不小心碰触到的时候 它是比较不会吸附 像我们衣服这样带着穿布这样子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细胞会先培养在这个细胞培养室管里面 在细胞培养之前 必须先洗掉室管里面的残渣 以免影响到病毒的生长 这个就是里面就是负压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里面操作的 那么的那个空气流向 就是流向这个管子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过滤网 叫我们就叫做HEPA的过滤网 那这个HEPA过滤网的话 所以经过这个地方 出去的空气就是干净的 现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病毒 所以就把它接种到宿管里面 那病毒就会再开始在那个宿管的细胞里面生长 就会复制 对 有时候它长不太出来 那有时候它长得很好 所以有时候你要选这种病毒株 比如说你要选择去做疫苗的时候 那一定要这个病毒是繁殖能力很强的病毒 这个细胞的时候就代表它有病毒在生长 就是所谓的CPE 那这样的我们进一步就是要迎光抗体 去跟它反映 知道是哪一种哪一类的病毒 上个月WHO已经通报 新流感在北半球还会有第二波的流行潮 台湾也将在10月底 还有11月初开始施打疫苗 但是打了新疫苗就完全没有了风险吗 我们台湾正常是多少人 恐怕一个月的自然死亡是一两万人 那很多人可能会去打了以后 你知道我们有二分之一的人口要打疫苗 所以如果这些人都去打疫苗的时候 那么有多少人会疫苗 其实跟疫苗没有关系的 那么他死亡说是疫苗打的 其实一点关系可能都没有 但是只是两件事情巧合 就把这样的一个原因认为是疫苗事长 你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解除这个打疫苗所引起的 所谓不良反应的危机 因为大家把眼光都看在那个病毒 看在那个火柴上面 大家没有看到那个炸弹 那个炸弹隐藏起来 看得不到 病毒变的话 你疫苗就没有用了 你来个什么新的病毒 我现在兴趣 你马上又慌了 哎呀我没有疫苗 哎呀要赶快去做又来不及了 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应该要去治本 赶快研究这个免疫 人的免疫系统是很复杂 但是你还是可以针对这些族群 就说为什么病毒会引起我们自己 免疫系统的混乱 怎么样去找那个药 去救这些人 这个才是治本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所有准备的 一定要把这几个可能的情形 一定要准备 所以防疫只能够做最坏的准备 那把每个情境 可能发生的情境都弄清楚 面对新流感一波又一波的挑战 人类甚至要准备好几套的剧本 做好最万全的准备来应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